又出口了一匹足迹苗 就是在这个孵化箱里面出来的 然后听着在叫 然后就打开孵化箱 打开孵化箱就把这些已经出口毛干的苗拿出来 没干的也可以 拿出来等一会放到那边预除香区 这毛茸茸的可不可爱 很多老铁都不知道 才出口的足迹苗像怎么样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把这几只足迹苗放在预除香里面去保温 然后要给它提前放一点食物跟水 让它自己进去过后都知道吃东西 也有一些足迹苗出口过后 腿就天生有残疾 它就是说这个受精的时候 这个蛋是若精蛋 它就会像这样 有些朋友觉得这个苗的价格贵 那么很简单 你花什么样的钱 就买什么样的货 你花的是鞍纯的钱 肯定就只能买鞍纯 你别怪别人骗你们 既然你花的是足迹苗的钱 肯定就是买的是足迹苗 这东西很多人贪出便宜 吃了不少的亏 上了不少的当 有吃过亏上过当的扣个衣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谢谢